2020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3周年,为了让香港市民更能体会到回归纪念日的细清气氛,6月30日,香港岛各界联合会举办了名为《港岛各界庆祝香港回归》和国安立法系列庆祝活动,在香港上环举行启动仪式。 大批市民以及民政数据局长徐英伟,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,叶刘淑仪等到场出席。 活动期间,有不少市民一起高唱国歌,挥动国旗,现场气氛十分热烈。 全国政协委员苏长荣是活动策划者之一,他希望透过活动能表示市民喜迎回归纪念日的喜悦心情。 香港岛各界组织了有50多场的活动,因为疫情的原因,好多都是受了限制, 但是市民还是以各种的方式来去庆祝回归,为整个社会提供一个享受回归的那种欢愉的这么一个气氛。 6月30日,全国人大成委会通过《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》。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在活动中表示, 希望立法后香港很快会恢复社会和政治稳定,让一国两制的基础更坚稳。 其实我们看过去一年的社会的一些暴力事件,真的需要重回正轨的, 有《国安法》之后,我相信其实香港的市民都是很期待能够可以恢复回正常的生活。 有了《国安法》之后,其实我们很多香港的市民是能够可以保障到他们的一些权利和自由, 所以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,我们香港明天一定会更加好。 现场亦有不少市民对成功立法表示心情激动,希望能为香港带来新气象。 我们心情当然激动了,回归祖国的怀抱里,能够确立《国安法》对香港的平安, 我们市民是感到很高兴的。 《国安法》是大件事,中国人民共和国将业的更好, 香港继续行动和务场,那些是我们每个香港人的质人。 启动仪式后,大会随机举行《敞篷巴士巡游港岛》活动, 让更多的市民一起参与到庆祝活动中来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